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时候他在各种餐厅担任过服务生 也曾在鸡排店打工 还有爬上七层楼高 帮别人安装铁窗 甚至在暑假期间去打零食工 帮忙搭舞台发传单 也有当过推销员等等 这是为了存钱买好一点器材 把作品录制成demo 结果当他把录好的demo烧成CD 却没有唱片公司联系他 后来是因为YouTube的出现后 才让他慢慢被大家看见 他也感谢身为金牛座的固执 能让他一直坚持到现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